好 剛剛洪醫師說 在家裡如果常常喝 自製的水果酵素 你也可以達到一些 預防非紋症的效果 現在我們請生機專家 王妙老師教我們在家裡怎麼做 好 洪醫師在那裡講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鳳梨酵素你看以前小時候 我們那個心都不吃對不對 要切掉 今天我要跟大家示範兩個 就是一個體內環保 一個體外環保 怎麼做 也不要浪費 第一個我們就是準備這個鳳梨 我用這個蜂蜜 一般傳統的很多人 觀眾朋友都在自己來做 他們都用白砂糖 你這個已經沾過蜂蜜了是不是 對 我們用蜂蜜來做 我覺得它的甜度比較低 而且比較健康 那我們準備這個蜂蜜 準備一個乾淨的玻璃罐 你要熱水洗乾淨 消毒一下 因為自己在家發酵 我常說發霉跟發酵是一線之可 對 發不好就變發霉 對 發不好就變發霉 所以我們全程處理這些食材的時候 都要表皮 像我的檸檬是洗乾淨 去皮 一般有的網路上教你是 整個連外面的綠色的皮 你故意留著是不是 對 我不要留那麼多 因為綠色的這個皮 我是削下來 等一下要做環保酵素 可以清洗用 因為這個綠皮你用太多 它會苦味很重 而且有的人胃不好的人 會不舒服 你特意留這個皮 是它有特別的東西是不是 對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些精油 OK 我們一定要留色白色這個部分 這個囊 中醫都知道這個橙皮 就是柑橘類的皮去曬乾做的 所以你又留一點點 這個白色的皮都要留著 綠色也留一些 對 很多如果是擠檸檬汁 你只有喝到檸檬汁 這些類黃銅素都吃不到 都丟掉 那現在以質化素來講 這裡面就有很多這個 所謂的我們講的橙皮素 什麼檸檬苦素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要留著 好 那我就教大家 我們的芯要留著 芯剛才那個意思講 就是這個酵素最多 白色的裡面 中間那個芯 以前小時候阿嬤都叫我們不要吃 我們都切掉 對啊 因為 她都吃一隻嘴巴會破 對 那表示那個酵素含量最高 太大了 然後準備這個容器 你就是一層鳳梨 好 一層這個蜂蜜 一層一層的疊上去是不是 對 那一層疊好 我們再把蜂蜜稍微淋一層上去 所以你第一個是鳳梨 然後現在放檸檬 因為現在的鳳梨真的很甜 那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買到的鳳梨不甜 就拿來做酵素 因為可以靠蜂蜜調一下味道是不是 我會建議如果做這個 因為外面傳統很多人在做 都用白砂糖 太甜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蜂蜜或黑糖 會比較健康一點 那就一樣再一層 一層接一層 又要來一個鳳梨就對了 我發現之前我有做過鳳梨酵素 也有單獨做過檸檬酵素 後來我發現 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我覺得第一個口感 因為鳳梨很甜 檸檬有這個酸 酸甜酸甜的 對 還有一點點苦味 所以單獨做檸檬酵素 會有點苦 因為它這個皮的關係 所以後來發現這樣兩個加在一起 口感很好喝 對 甚至它自己發酵之後 你加點水 就很像氣泡水一樣 有點像香檳酒一樣 所以小朋友都很喜歡 OK 我這陣子聽完這個 我應該要多喝一點 我來控制一下飛紋症 控制你的飛紋症 對 好 我們就把蜂蜜整個醃 醃到這個上面 醃過去 好 你不要看這樣好像沒有水 你去把它放在常溫 一般我會建議 我覺得你蜂蜜倒滿多的 要整個醃過這個食材 因為不醃過的話 這些食材就會發霉 所以一般是要整個醃好 讓它確定它都有醃到 這個就可以先放在 陰涼的地方 要放多久 因為現在夏天很熱 我會建議 夏天你的白天 可以放冰箱冷藏 晚上拿出來陰涼的地方 這樣它大概三個月 三個月 這三個月中間 不是這樣一直蓋著 你不能密封它 因為從第一個禮拜開始 到兩個禮拜中間 一個月中間 它會開始產生很多氣 這就是天然的酵母 它在發作用 就是產生酵素的過程 所以你這個氣 一定要稍微打開 或者是有的人用紗布或保鮮膜 蓋在上面 戳一點洞 你絕對不可以這樣密閉蓋著 因為它會一打開 有的人會覺得說怕發霉 外面有東西進去 就會給它密閉 事實上不行就對了 絕對不行 就是它一定要能夠透氣的裝備 這樣才行 這樣靜置三個月之後 我就會放到冰箱冷藏 冷藏 這一罐就是我已經做了 一樣的做法嗎 一模一樣 我們嗑嗑看 看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個就是已經 我已經做好 放在冰箱冷藏三個月 你看它的顏色 這就已經發酵變成這個顏色 有點像塵皮 曬乾就變成皮的感覺 這就是已經完全發酵好了 OK 那個是你的檸檬對不對 對 這個檸檬 那鳳梨在下面 鳳梨在底下 因為它一層一層有沒有 鳳梨在下面 OK 大家可以喝喝看 一般我會用1比10 1比10 對 一般我在家喝酵素 我就是這個一份 假設這100cc 我就兌水兌到1000這樣子 直接喝會太濃 對 太濃 直接喝太濃了 1比10 已經超過接近半年了 OK 夏天來當飲料其實也滿健康 總比買一些 這些高糖飲品來得好 真的 我從來沒這樣子喝過 直接喝酵素是吧 對 這就是 其實市面上現在也很多人 在賣這種直接喝酵素的東西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自己做 只是說自己做 你要注意衛生 不要發酵變成發霉 發霉 就是要小心 另外還有一個關卡就是說 你在做的時候不要完全密封 不然會類似氣爆一樣 沒錯 沒錯